好想听圣经 看为正的是 恰发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被去抽坛 毁坏住相 砍下木偶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 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 西西加叫铜蛇为铜块 西西加倚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犹大猎王中 没有一个吉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从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 竟都横通 他背叛 不肯侍奉亚述王 西西加攻击非力士人 直到加萨 并加萨的四境 从廖望楼到坚固城 西西加王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伊拉的儿子 和西亚第七年 亚述王赛曼以色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 西西加第六年 以色列王和西亚第九年 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述王将以色列人 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 哈拉与戈藏的 哈国河边 并马带人的诚意 都因他们 不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就是耶和华 仆人摩西 吩咐他们所当手的 西西加王十四年 亚述王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 犹大的一切兼顾城 将成功取 犹大王西西加 差人往拉吉 去见亚述王 说 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 烦你罚我的 我必承担 于是亚述王 罚犹大王西西加 银子三百他连得 金子三十他连得 西西加就把 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里 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 那时 犹大王西西加 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 和他自己 包在柱上的金子 都刮下来 给了亚述王 亚述王从拉吉 差遣塔尔探 拉伯萨利 和拉伯沙基 率领大军 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加 王那里去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 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有希勒家的儿子 家宰 伊利亚靖 并书记 摄伯纳和亚萨的儿子 使官 约亚 出来见他们 拉伯沙基说 你们就告诉西西加说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 有什么可账赖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倚靠谁 才背叛我呢 看啊 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尾帐 人若靠着帐 就必刺头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倚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 我们的神 西西加 岂不是将神的秋毯 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 这坛前敬拜吗 现在你把当头 给我主亚述王 我给你2000匹马 看你这一面 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 怎能打败 我主城府中 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 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 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 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希勒家的儿子 伊利亚静和摄伯纳 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的 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前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 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言语大声喊说 你们当听亚树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西西加欺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西西加使你们依靠耶和华 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不要听西西加的话 因亚树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的果汁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辛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 不至于死 西西加劝导你们 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树王的手呢 哈玛 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 西拿 以瓦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西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 当下西勒家的儿子加宅 以利亚静和书记舍伯纳 并亚萨的儿子使官约亚 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加那里 将拉伯杀机的话告诉了他 阿们 列王记下 第十九章 一到三十七节 西西加王听见 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使家宅以利亚静和书记舍伯纳 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 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 以赛亚 对他说 西西加如此说 今日是急难 责罚 凌肉的日子 就如富人将要生产婴孩 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杀机的一切话 就是他主人亚树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 就发斥责 故此求你为余生的名扬声祷告 西西加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要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树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 还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 倒在刀下 拉伯杀机回去 正遇见亚树王攻打丽娜 原来他早听见亚树王把营离开拉吉 亚树王听见人论古石王特哈加说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于是亚树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加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加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 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树王向列国所行的 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 就是戈萨 哈兰 里瑟 和鼠提 拉法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 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玛的王 雅尔巴的王 西法瓦英臣的王 西南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西西加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 看完了 坐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加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督帕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呀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呀 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利 达法师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呀 亚树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湖里 因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树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加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竟然求我攻击亚树王西拿基利 我已听见了 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西安的处女藐视你 吃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渎谁 扬起生来 高举眼目攻击谁呢 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经理的使者辱骂主 并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 到利巴嫩极深之处 我要砍发其中高大的香薄树和加美的松树 我闭上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在外邦挖井喝水 我并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盒 耶和华说 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 就是现在见你使兼顾城荒废 变为乱堆 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 金黄羞愧 他们像野草 像青菜 如房顶上的草 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荷架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狂傲的话 达到我耳中 我就要用钩子 勾上你的鼻子 把脚环放在你的口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 以色列人呢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 余圣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必有余圣的名 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所以 耶和华论雅书王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 也不在这里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竹垒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 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当夜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树营中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 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树王西纳基里 就把引回去 住在尼尼威 一日在他的神 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 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亚拉拉地 他儿子以撒哈顿 接续他作王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